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房地产市场的一则新闻 奥克兰CBD Sugar Train在周一动工新建了 奥克兰市长林布朗以及相关的负责人出席了剪彩的仪式 我们来关注这方面的资讯 奥克兰将在CBD再次新建大型的公寓小区 位于Union和Nielson街之间造价达到2.5亿纽币的首期工程 日前已经启动了 整个项目一共包括三座塔楼 495套公寓后期工程有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开工 据介绍 首期工程是一座包含148套公寓的塔楼 朝街的一楼都将批成商铺对外招租 首期工程的开发商是Darren Brown和Wenny Allen 两家公司占有这个工程45%的股份 另外55%的股份由中国投资者组成的财团持有 此外ASB银行也参与投资 为建成后的商铺提供按揭贷款1.15亿纽币 据介绍 公寓工程被认为是可以缓解奥克兰住房紧张的局面 但有业内人士认为 这些公寓太贵 未必适合买房者 以首期工程的148套公寓为例 每套售价在28万到58万纽币之间 车位的售价也达到了6万纽币